城隍庙及花莲县政府举办花莲县109年度 齐安祈福消灾防疫仪式 19号下午在六期仇华区举行 县长徐政贵率领着副县长 秘书长还有各局处首长上香祈福 希望在城隍庙的护佑之下 可以守护花莲平安健康 情况飞延全世界正慢年者 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源市、台中市和高雄市 都有确诊的情况发生 为了祈福花莲不要受到疫情的影响 城隍庙以及花莲县政府特别举办花莲县109年度 齐安祈福消灾防疫仪式 17号下午在六期仇华区举行 县长徐政贵、副县长蔡英皇、秘书长严信章 各局处首长、花莲县施工所、里长和各工庙的主任委員 共同向神佛祈求花莲核心平安 让这个地方能够安定 让所有的买业都能够稳住 在此之前有一些法会 或有延后举办或有庭办 请慈悲的众生托伤 能够体恤、能够慈敏、能够宽容 让此次的疫情能够平安的度过 让所有的凡业都能希望 再次来举行各种法会 再次来贡献宗神菩萨 好,来拜 再敬拜 拜,敬拜 好 现在许宗会表示 虽然花莲没有新冠飞隐的惯例 还是请菩萨、玉皇大帝、长皇爷 以及各个诸佛来护佑花莲 现在许宗会率领全体同仑三乡祈福 三桂蛇叩首最敬礼 祈求各方神佛 花莲能够度过难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